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夫一早要去田里工作之前 记得喝杯温开水 请稍微哦 而大家在神沟村种菜的情况 也越来越顺利了 虫虫吃得很开心 农夫也种得很开心 你确定吗 本台记者看过 图拉克友善耕种的菜园 可以确定 虫虫真的吃得超开心的 是 不过在上周节目中 图拉克吴绍文分享种菜的经验 某一段话被本台刻意快转 导致有听众投诉 因此本周播出绍文那段话的完整版 已是补偿 水田要转做蔬菜 它是很困难的 就是在土壤的调配还是什么 像我们就会花很多力气 去山上找森林的壤土 因为它就是不能只有黏土 你想想看那么黏的土 它根系怎么长出去 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会去找适合的土壤 然后再搭配哪一些 比如说文权大哥有那个什么 他不是有烫碳化稻壳吗 像那个很适合蔬菜 很适合菠菜 那也许我们就把它混 然后让土质松一点 然后再去种这样 所以我泼那个很好看的照片 是因为我只是很高兴告诉自己说 试镜出来方式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一般在地的老农 看到你把水田变成种蔬菜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我们生购很多田 其实本来就是水田 可是现在是菜园 他们一定有这样的做法 只是可能就是说 他们就知道说 因为我们在第一年这样做 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多的建议 这样子啦 像主委的也跟我说 我们那个排水挖的不够宽 他叫我挖60公分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挖才挖45公分 因为我们种水稻的时候 也许45公分的排水就够了 可是阿公就说不行 要60公分 所以我觉得从8月开始 整理那个菜园 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做排水 还有就是在观察 它那个雨下来之后 水流的状况 所以我们大概是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是在看那块田 就是下大雨之后 水是怎么走的 所以等到明年 又可以做回春耕种水稻 没有没有 我这块田就是要 直接变菜园了 以后不种水稻了 因为其实一个菜园 如果是在自己家旁边 真的是很好 你可以每天去寻他这样 对那我就觉得 我们并不差一块一分式的 的水稻田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 在家里旁边的菜园这样 听完绍文的种菜心情 如果你也想听听 快转的可爱版 请听第23集 我爱山沟 啊好了好了 不想跟你讲了 活动快报 麦克风又要咬人了 11月20号 礼拜天下午3点到5点 松原小屋将要办第二次 咬人麦克风表演分享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雪清 欢迎上次来的朋友 再回来表演 观赏 分享你的掌声 也欢迎新来的朋友 一起享受一个欢乐的下午 表演性质 表演者的背景 年龄 不受任何限制 当天现场报名 现场提供音响设备 两台麦克风 没有乐器 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借用我的吉他 或乌克力里来表演 上次的活动 看到了14个表演 8种乐器 5种语言的歌曲 相信这次会更精彩 欢迎大家来 勇敢上台 接下来山沟新闻 以及深度访谈 我们将现场交给 两位马来西亚的朋友 最近他们来山沟村 住了三天 我们听听他们对 山沟村的第一手观察 这里的狗都会假装 跟你很熟 然后它都会假装 要跟你讨食物 你煮东西煮到一半 它又来好像帮你舔干净地板 这里的人很可爱 讲话很搞笑 我们就分享了很多 好像情障 情绪障碍啊 还是孤魂野鬼啊 还有什么 这里你们盖的房子 都很像燕窝屋 在马来西亚 都是拿来养燕的那种造型 就是好像你们的屋子 只只上去 高高 高高 然后就只打烊灰 又什么都没有 在外面是没有砖啊 又没有油漆啊 就高高那种两三层楼 只是在马来西亚的分别 也是那种燕窝 它外面都会放一个那个波音器 都会波着那个燕子的叫声啊 就会很多燕子飞过来 可是这边虽然天天下雨哦 可是它 它不会很潮湿 它空气不会潮湿啊 反正我们 很干爽 我们洗的衣服啊 一天就干了 这太不可思议 我们在热带的国家啊 一个晚上也不会干 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潮湿 我嘴唇都要裂到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会有啊 一个特色 这是宜兰的特色还是 深沟村 深沟村的特色 三八 三八 然后它一来哦 它就看你们深沟爆啊 一边在看一边在笑 而且它是中文不是很好啊 它竟然可以在那边很认真 看到一边在笑 三八 非常感谢为我们深沟村 重新定义所有深沟村村民 成为三八村的 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两位 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是雷梅诗小姐 还有高思敏小姐 现在两个人一直在互退麦克风 不想承认他们刚刚做的这件事 没有用的 节目都会播出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两个人要这么异口同声说三八 而且是用闽南语讲三八 很无厘头的人 或者是无厘头的话 就你想不懂为什么这件事情 竟然可以发生 这无厘头的事情 你又想不到什么可以 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谢谢你再次注解 你这样子深沟村的老村民 他们一定都会跳出来抗议 他们会说 为什么 我在这里过了大半辈子 为什么突然最近被定义成这样 是因为你们来深沟村这两天 这是你们第四次来宜兰的深沟村 这一次接触的那个人又更多是吗 更多 而且也比较有时间空间 包括一起吃饭啊 一起座谈分享啊这样子 可是明明感觉是很严肃的想要带着你们在马来西亚的漫漫市集 带过来交流 那怎么会形态都变掉了 本来要分享的有搭车 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应该很严肃的事情 这一次你们把漫漫市集带过来 事实上是因为你们来参加台湾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本来主要是来参加这个在云林举行的农学市集 很大型的一场活动 其实我们不懂是不是很大型 反正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走出来 需要走出来 我们就在漫漫市集太久了 需要走出来看一下世界 你的漫漫市集你说太久了 事实上他的他在马来西亚创办几年了 三年 三年 现在是第四年了 第四年 我记得去年在宜兰的一场小农论坛上 就第一次听到了梅师介绍漫漫市集 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你说土地漫下来了 心才会漫下来 漫漫市集的那个漫字的意义 你有提到这个对不对 我觉得你的那个分享 你对漫漫的解释很好听 我想请你透过我爱深沟节目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好不好 解释你这个定这个名字的意义 其实漫漫这两个字是一位朋友的小朋友提出来的 他的音是那一小朋友提出来的 可是那个字是我们写上去的 我们放上去 我们配上去 小朋友可能说 那个市集名字就叫漫漫好了 是这样子 然后你们去把另外这个漫的字译 再另外独特的去解释 可是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是不一样的 你是怎么想的 其实第一个字是因为它有一个草字头 漫月梅的漫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草字头 其实它就代表跟泥土 或者是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的 食物农作物这些 对 草啊或者是 然后第二个漫是有一个星字旁 所以是跟人 人的星是比较有关系 所以这两个漫 其实不同的时间 我们对这两个 我对这两个漫都有不同的理解 好像现在我觉得怎么样讲 你需要比较很时间的 比较很在地 或者是比较杂根的去 做跟土地相关的事情 当你做这个时候 你的心也会跟着 你的行动的节奏 然后你行动的节奏 也会拉动你的心 就大家两个漫 你行动上的漫 跟心里的漫 都是联系在一起 看吧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特别 几乎漫漫市集这两个字 在听你说的时候 就脑筋里可以有很多画面 然后还带着动作这样子 对 光是这两个字 其实还蛮诗情画意的两个字 漫是漫月媒的漫 然后另外一个漫 是漫下来的漫 那个漫字 我还真是常常会忽略 它的旁边是一个新字 是一个新的部首耶 对 所以好像真正要漫其实就是应该是内心的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 我们觉得 心不只是心慢而已啊 而是 你的行动是可以去配合你的心的慢 因为但是很 很当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多人觉得 好像我们 过着神仙的生活这样子啊 过着神仙的生活啊 就是节奏上的慢啊 原始人 原始人对 有人称我们做原始人 思敏思敏要帮梅师补充一下你说 在漫漫市集你们两个被当成是过原始人的生活 对过原始人的生活或者是过着 神仙的生活 哦神仙眷侣 一样是不是 对 可是 你们不意外吧 刚开始是没有想到会被这样标签啊 还是说会觉得 神仙生活什么这些感觉是有点误解 会不会觉得误解很大 就是自己真的很辛苦累死了 然后钱赔死了 拿来的神仙 我都说中了吗 没有想到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却是他们的神仙 的看法 对神仙的看法原来是这样 思敏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所谓这样的生活是什么 简要的说你们大概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过着 我们过着没有电视的生活 还有呢 我们不散发 喂 神仙真的人 常常很多家里都没电视啊 还是散发的一塌糊涂啊 所以散发是一种 竟然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厉害散发 可以这样有能力散发 所以你们对散发很有天分我觉得 谢谢啊 这到底是不是赞美呢 我回去问问我妈妈哈 就是通常在乡下地方 又是被婆婆啊妈妈骂说 吼那他散发啊 是一种指责 啊 对所以 我等一下呢会去解放 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很散发 他会讲你 有你散发到死啊 然后 在某一些程度上哦 你会觉得哎呀 好像很知道哎呀我散发了 那个是赞赏 对可以说可以是一种赞赏 在马来西亚讲散发是赞赏 可以是一种 那种 对你这种散发有点欣赏 感觉有点 可以说他其实是在赞美你很活泼 这个人很有创意之类的嘛 对啊 就是你要很有创意才散发的出来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我们还真的是被洗脑了 从来 我们洗脏了senpai的污名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senpai是带给人家开心的 对啊 是啦是啦 所以他是一种赞赏 就是 你这样这个生活 很有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呢 这个枪我听得懂哦 entertainment哦 你解释清楚 对entertainment 是什么 就是很有娱乐性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认真 你除了没有电视 然后你们因为慢慢市集经营的就是一个月一次吗 对 举办的这个市集 然后他需要照顾的很多层面 然后为了这个市集每天在你们的生活 以规律来讲他一定都要做的事大概有哪些 其实如果你你问我们过怎样的生活其实我我觉得我们过着很踏实的一个生活 就是我们第一个字吗有一个草的那个吗 就是非常踏实你需要真的是很有很有毅力很有规律 你才可以去维持一个市集 我可以用踏实这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生活 踏实 对对踏实 这个踏实 我想也真的不能不踏实了 因为 因为你们要做的是好多我看到你们的漫漫市集FB上介绍是邀请对永续生活及关怀环境生态的您一同前来参与举办的开放日 当天会进行产品摆卖 才艺分享 永续农耕导览 故事妈妈 故事时段等等 最早是不是有人在讲什么FB没更新是不是 你不能这样啊我们大家随时想要查漫漫市集就会来看FB啊 所以这里现在有些什么改变 还不太有改变啦但是我们一直都会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例如除了刚刚讲的这些 包括有表演有摆摊然后说故事 才艺分享 永续农耕导览 现在又后来又还陆续加过什么东西 会有很多分享会啊就每一次的分享会都不一样 不同的主题 对啊都不同的主题 可是这些这么样多元的这种素材或者是在市集呈现的项目来讲的话 它也需要很多人来参与对不对 可是以漫漫市集来讲主要是你们两个人在运作 对主要是我们两个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外围的一些义工 嗯哼跟就是比较核心的伙伴 我们所在地基地我们基地其实在这个兵州农业局里面 农业局里面是满大一块地我们给它租了一小片地 然后用来种菜了 然后刚好我们菜园旁边的旁边隔壁的隔壁 有一个就是也是农业局的这个资产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礼堂 然后我们就给它租下来办了这个市集 然后整个场地其实蛮蛮有优势的就是因为我们靠近蛮靠近城市 蛮靠近工厂区 然后我们有很多在工厂上班然后收入也比较 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是可以来我们的市集 有一定的意识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来支撑取整个市集的这个客户那一方面 可是你市集一个月只有一次耶 对 所以你们的收入一个月只来自那一天 那一天是其中一天 除了除了我们自己的市集以外 其实因为那个地方就那么的优势嘛 就也是很方便有靠近大马路 因为很多公共交通都可以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到我们那边 所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农场 都让人家直接走进来买菜 平常就可以走进农场买菜 每天都可以 只要打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有债就可以了 所以刚刚讲的日常的生活里面 很踏实的生活里面 其实就包括每天要管理菜园的东西 还有就是管理菜园就是那种 拔草啊 羊苗啊 下种子啊 类似类什么都有 然后就 我本身就有在菜园里面做加工食品 然后就有酿醋啊 有晒干一些东西啊 农场加工品 做果酱啊 都有 但真正像 美食 你的创办 可以这么说吗 你是慢慢事急的这个概念 然后到实践是你创办的 那你要推动的 关于永续生活跟环境生态这一块 在你这三年下来 回归到你们刚刚自己前面讲的 自己一直都是过着自己这样子的生活也不行 也得出来走一走 我想到的是是不是遇到了也有些感觉到自己遇到一些难关 一些瓶颈的东西 其实慢慢事急 他不只是我一个人创办 其实当时候还有好几个朋友是非常有兴趣 这个农夫四季 只不过我们开始了四季之后 就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自己工作太负担了 所以不太能把多余时间放在四季 所以就陆陆续续的有朋友离开这样子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走出来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四季其中一个目标是要永续 永续生态 永续生活 可是好像近一年我就觉得不行了 就我们其实自己没有很永续 我们人自己没有很永续 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们把自己耗得太多 去维持这个永续世纪 可是我们自己不见得太永续 就可能说资金上好像 因为慢慢世纪他不太有经济来源 我们只是靠很象征式的这个租金 跟那些谈租收费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又出钱啊又出力啊 这样子去维持这个世界 那我们觉得 我现在觉得我们还OK的 就是我们还可以拿得起这个责征 或者是付得出这样子的时间经历 只不过长远来看 好像又不太能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很长远去经营的话 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会累 或者是有一天我们觉得 糟糕怎么办 我们已经不太不太想要付出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觉得 可需要让自己出来再看一些 有什么方式让这个世界可以比较更永续的去经营 包括资金上资源上或者是能力上 因为好像我们现在都是两个自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带一批义工出来 嗯 就是可以 是因为没有心理还是没有人参与当义工 缺的是义工 还是缺的是你们还要带的那个心理 都有啊 我觉得两个都缺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义工也 就只是当天来 就做一些 打杂 手板眼镜功夫 打工 打杂 就是那种很手手碎碎 排坐纸啊 钢坐纸啊 兽椅子啊 帮忙排台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的义工都是做那些东西 但我觉得义工是 就是可以帮忙做那些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 没有办法提升他们去另外一个阶段吧 他们对永续的概念啊 或者是对农夫事迹 好像义工 义工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很忙的那种状态 就你无论你几时什么时候进来哦 我都不可能会有时间慢慢坐下来跟你说 这个概念是怎样 我们的理念是怎样 什么是永续 什么是这个 什么是那个 然后他们只知道 哦 这个健康 这个好 一家人可以来 好啊 来啊 这样啊 然后就 就从 是从这样的 这样的那种状况下开始的 嗯 他们就 哦 这是很好的事情 OK 我来 然后接下来我要怎样去永续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在 更有价值的去留下来 更有价值去做多一点 就没有这一块的东西 不够深入了 也时间也不够去扎进 对 比较心里头深处的东西 而且我们也比较 没有 不太有能力在做这个东西吧 对 然后我们 市集里面已经有太多东西要处理了 嗯 所以 没有办法去 培训吧 就培训或者待义工 或者是 让 让更加多东西 回馈给他们更加多东西 嗯 不然大家会觉得 我每次只是来 这就是 就杂货 对 就帮帮忙出点劳力而已 对对对 可是说到体力啊 劳力这种 你刚刚讲了 就是回归到自己这个人 也应该要在乎永续这件事情 我觉得听了还蛮有感触的是 就是人这种肉体是会坏掉的 就随着年纪 慢慢慢慢就是一直在消耗掉 而且你们从事的这份工作又是 体力活 就是一直在消耗 对对对 然后心 心智的东西 在分享的这些讯息也是 一直在提出 然后一直在动脑筋 就是不管是身心灵 其实 这种想要跳出来 吸收一些养分 给自己加点油 当然是这样子的跳出来 走出来是很棒的 但如果说你们自己原本 在很固定的 踏实的生活里面 这种体力的消耗 然后劳心劳力的部分 有没有遇过真的还蛮难受的时候 比如说会不会有遇过哪一次生病啊 然后真的觉得很很严重的感受到 哇这种这种日子什么神仙的生活吗 根本不是 两个孝将显然有重哦 有重 没有 其实他刚不 他刚不煮钱才病好 没事刚不煮钱才病好 怎么了 然后肝的部位有点肿痛 哇 因为是有一点肝肝炎 肝发炎呢 肝发炎 对 推测 我们的推测是肝发炎 然后就经过很多的排毒啊 用食疗啊 很多自然的疗法 就现在已经好很多 可以来台湾乱吃了 嗯 当时那个肝的状况出问题的时候 没吃你那阵子的身体感受跟会不会也影响到整个情绪什么的 其实我这一年来病的蛮多次的就就比以往啊 蛮常病的就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子了 嗯 这样平靡的生病 然后其实就是每一次生病就会在想 嗯 哎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做 嗯 应该要做这应该要做 其实就是在生病的时候还要想很多东西 嗯 所以讲哇不行哦 这样子下去真的好像没有太永续哦 对我自己没有太永续哦 哈哈哈 对 所以是因为这样警觉了吧 因为尤其今年生了太多次病 然后其实他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很是非常很强烈的有意识到我们太操劳了 嗯 而且是我们已经在想 就好像如果我们如果真的两个倒就是 倒的东西要怎么样维持啊 对 因为如果长远还是一直靠着我们两个的话 我们一倒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办法之后是 啊方式可以让整个东西比较可以 啊即使没有我们两个 啊他都还是可以再走下去 嗯嗯 那这样这两天来生沟村除了就是3388的行程之外 哈哈哈 能够感觉到我们这边有什么异于漫漫市集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吗 就是我们的我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我我应该不能够放进去 哈哈哈 你看那个农民食堂的好因为我没中田 你看看大家这样 你觉得他们的对于自己个人身体的永续 他们够不够在乎 在你们的眼光看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里可能工作都分配的比我们好很多 每个人的岗位都不一样 然后都看得很清楚 哎你是喜欢做这个的 你可以去向这方面去发挥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状况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包山包海包到晚 你说包括漫漫市集里面的才艺分享啊表演那些吗 就我们都要去 我们要去找人啊 其实漫漫市集这样多年喔 我们的才艺分享啊 所有的演出啊 所有的那种讲座啊 分享会啊 全部都是友情帮忙的 都没有酬劳 没有演出费的 思敏笑的有点不好意思这样 哈哈哈 我们有很想很想很想可以 至少给他们一点点的那种补贴 嗯 就说你搭车来还是你驾你要开车来啊 就至少我可以补你一点车马费啊 嗯 但是就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们这个里连这样简单的都做不到 可是这个当然是主办方的心理的压力啦 那如果看起来整体漫漫市集一年一年这样子的举办 它整体的气氛呈现是怎么样子的 你们有时候也听到一些回馈 就对于马来西亚人参与漫漫市集的一些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们最近有做了一个survey form 试掉吗 试 然后呢得到的结果是 得到的结果是 嗯 他们比较共同会说的就是他们觉得这是很开心的地方 嗯 然后是对他们来说可以一家人来过一点过一下时间的地方 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朋友我都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complain 嗯 好像现在我们就大概可以看到一早上 就八点到九点半之间就会有一群是要 哇真的是很想买多的鸡菜的 就那些 来霸菜 你就是要早点来才买到新鲜的菜 好的菜 抢菜的意思哦 对对对对 哇在马来西亚那个叫霸菜是不是 什么都叫霸菜 就是有点就呃强势的意思 诶等一下意思是很强势的意思 很强手咯 想买你们的这些有机菜很强手咯 嗯 诶 昨天就是在分享会我们才听到一个人说 其实有机菜的特色是在哪里 品种不稳定收成不稳定 哈哈哈 想吃不一定买得到 对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很多东西的不稳定性就是我们有机菜的特色 哈哈哈 所以基本上那种找找找 比较早的那一轮 他们就是真的要来买菜 而且他们都跟这些农夫 都都都认识了 嗯哼 所以他们都知道诶 那个农夫在哪里 然后农夫 有时农夫吃到一到之后 他们还会去帮农夫把东西钢下来 这样搬下来的啊 嗯 就是找一轮的 然后九点半过后就是那些爸爸妈妈 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那一杯啊 就是带着孩子 有些带着孩子 这样子才慢慢这样进来的 但那一群也比较少买菜 只不过他们会参与活动啊 或者是买一些吃的东西啊 在那边吃 然后去逛逛这样子啊 嗯哼 所以啊 整整个行动 就我们大概都看得出 诶 其实就有这样的现象 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比较好安排节目 就是九点半过后有节目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或者是小朋友活动 然后就九点半过后啊 才开始这样子 就就整个东西 诶我们已经看到啊 漸漸的有 真的有一群很忠实的那一群人出来 嗯 那我们一开始可能 还还算蛮不稳定的啊 可是现在就都已经看到了 嗯哼 然后大家的反应都蛮正面啊 就是觉得 呃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在马来西亚非常少见吗 像漫漫市集这样 以强调生态环境的 算是不常见 这个风气还 不是很强就是 其实也 也有蛮多单位在做这样的市集吧 只不过大家 其他单位可能没有 那么 啊 定性 就是可能就三个月一次 四个月一次 或者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那一种 反而是慢慢市集我们是 虽然我们规模没有很大 只不过我们每个月都都坚持要办 嗯 所以大家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习惯 就是那个一个月一次就就进脑了 就是哦 这个今天是第一个星期天啊 就有这样子的活动 嗯 你就会把这个行程安排进你的 就是你的那个 你的 行事力 啊对对 然后就一定要来这样子啊 嗯 而且 而且也希望让 有好一批人 希望让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 然后 我觉得另外一个 蛮感动的地方是 诶 很多人来都知道啊 他们的农夫 或者是他们生产者 大家都可以叫出对方的名字 哦 那种亲切感 嗯 好像你去普通市集 或者是 啊 即使其他永续 永续市集 因为他他不是每个月有在搬 而且每次来的摊足又不一样 所以你 你是不太有太 持续性的机会去认识一个人 那可能漫漫市集只有这样子的条件 嗯 这是你 呃原本 在漫漫市集创办的这些 呃初衷里面 应该也包括这个部分 对不对 就是从产地到餐桌 就一般来讲 追求的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知道你吃的食物从哪里来 嗯 然后跟种菜的人 种到的人 对 从哪里来还有是水 种出来 嗯嗯嗯 那梅师跟思敏 你们这一趟3388的行程很快要结束 欸不过正经的工作是在后面啦 结束之后 回到马来西亚 在呃眼前你们还 就趁着真的体力也都还OK 然后把身体照顾好 期待还想去做的也真的很可能近期会实践的事情是什么 我很想自己煮东西再慢慢市集卖啊 哦还没有这一个东西吗 就我自己 哦 你喜欢煮东西 有一些很疯狂的料理 呃就是像昨天农民食堂 让大家 就那种 手抓饭 可以让人家看了不敢吃 然后你又要强逼人家吃 我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而且还要他付钱 我很喜欢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这一定会受欢迎的 一定 一定 很多在呃 国外的农民市集 其实 尤其台湾也有啦 一些市集 可是他们不见得是强调像漫漫市集这样 他们一定都会煎着卖吃的 嗯 卖吃的就一定受欢迎啊 因为就是 大家很容易逛逛累了 就想吃点东西 所以你们意思是说漫漫市集里面目前还没有熟食吗 有有 是有熟食 是蛮固定的一些熟食堂 嗯 刚刚就是斯敏在讲他要推出恐怖 恐怖料理 那美食有想要阻止他吗 还是你自己有想要玩的 没有没有 我不会阻止他 哈哈哈 如果整个漫漫市集的这个大方向来说 我们有想要 就是做一个漫漫小店 就是 因为自己是一个月一次嘛 所以 来的人都只能在那个月 买到就是 那一边农民或者生产者的东西 只不过平时的时间 大家就需要个别去找不同的生产者 就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想 哎 要不要就 考虑开一个漫漫小店 就是把那些市集里面农民的产品 就放在一间店里面 啊 所以 平时就是 店 店在卖那些农民的东西 然后市集是 啊 就农民自己卖自己东西 在跟他的消费者交代 嗯 其实这样来 那么一览 除了是让这个 这个生产者的东西 有另外一个出入之外 其实也让漫漫市集 可能有一个比较可以 支撑自己的经济来源 嗯 让那个店里面 所卖到的营利 嗯 有一部分会 又会归去慢慢市集 就是让我们 比较有经济能力去搬好一个市集 这样 就可以无忧 不要 不用顾虑这样多吧 嗯 就是 不用天天 不用天天在烦钱啊 哎呀 要做这个东西 可是 手上又没有钱啊 然后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我 不好意思泼冷水 不过你有没有去 那个 那个访问一下 浴淫就是我们的曼导直脉所 其实曼导直脉所也 呃也有是 类似这样子的意义 就是他每天 可以让农民直接自己上架 嗯 然后自己定价 大概是类似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到曼导直脉所 有大概觉得 欸大概也很像 你们要做的东西吗 是 是有觉得很像 嗯 可是 他也是经营也是不容易啊 嗯 对 可是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 努力 你从我们讲话的那种 那种语气 听不到有任何的那种 嗯 不懂做不做得到 就是我们会做的 哈哈哈哈 就是非常乐观 可是反正我们就想 哎 做一做吧 就尝试一 尝试尝试看 嗯 嗯 反正你都不懂 好像秦松大哥 昨天也讲 你做了也不懂 可不可以撑 你不做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撑 反正你敢敢就去做 就 对他就是 就最会鼓励人家跳坑的啊 哈哈哈 你们确定你们交了一个 对的 哈哈哈 对 他叫我们跨坑 那种当了是有机会跳进坑的 对 跳下去以后他不见得能拉你起来哦 哈哈哈 你们自己小心哦 哈哈哈 好啦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明天 要去参加的这个 很活泼 很好玩的一个农学市集 祝你们 活动上分享也很 顺利成功 谢谢 那 谢谢 第四次来申沟村 只是第四次而已嘛 对不对 我才第二次 你才第二次 我才第二次 我看到你在FB上的分享是说 你越来越有回家的感觉 是他 那是他 没事 哎好那最后说一下 什么是 对申沟村有回家的感觉 为什么 哎就是 好像我大概就知道 呃 店在哪里 五岔路口 是不是 你知道店在哪里还不用紧 你进到店里面哦 你会知道啊 厨房在哪里 哪里有的吃 哪里有的喝 要怎样去煮这个东西要加热 要怎么办呢 这就是 就可以自编的那种 就是 对啊很自便 对 就当自己家嘛 是这个意思就对了 而且是 就有生活的感觉 嗯 好像我们 从外地来 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往往都是那种 你 你又会把自己当这是 游客 旅客 旅客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就在这边就有那种生活的感觉 就平时生活嘛 就 呃 好像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日常生活这样 你就知道这边是要做梦 那边要这样 要怎样子做这样子 就是 那种感觉 他火车 他火车来到火车站之后 要怎样子 走出来 他把是要去哪里 他台式去哪里 你够熟了我确定 我确定 我确定你够熟了 你说的都快要比我熟了 所以我们 这种不管是深沟村 呃 你来这里也好 还是说有时候深沟村的人也去 马来西亚去慢慢市集度个小假 就是这种互相交流 其实应该也蛮像是 清松大哥说的慢倒生活圈 就这些 这些生活经验的交流 然后大家做着 比较相似的理念的工作 可以继续互相加油打气 还蛮重要的 是的 没事 你除了深沟村的加油站 你还有哪几个加油站 我们也认识一些泰国农民 就要去拜访 所以泰国跟台湾马来西亚 甚至可以比较就近的 可以兜一圈的 兜一圈 而且也别 因为有认识那一边的人 可以比较在短时间内 可以把自己不当成是游客 哦 我知道 那个关键就在于 你什么时候可以展现自己的三八 跟体 跟感觉到对方的三八 那就是你们要的对不对 常常都在寻找三八的感觉 怎么有人的生活的目标是 我常常都在寻找三八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可以活得这样开心 我觉得也是 这个感觉也是 维持你们开心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条件 谢谢你们 所以要开心的条件 就是要够三八 不够三八你很难去开心 我们今天这集节目 从头贯彻到尾巴就是三八耶 就是 前面提了 后面你们还能够抓回来 真有你们的 那欢迎慢慢市集 很快有一个自己的广播 然后我们可以联播嘛 好不好 OKOK 就是 好 当成下一个那个 要玩的东西咯 我想做一个慢慢小抱 好好好 大家都互相抄袭嘛 你有什么 我也要有 我有什么 你也赶快学啊 是不是这样 谢谢 思敏 还有美式 欢迎常回来 请你们常邀请我们 要有一点津贴好一点 喂 好啦我自己把麦收掉 拜拜 本节目没有固定情绪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固定播出 广路收听品质有好有坏 收听时请向月操作说明书 好